多了好多团体买的 是吧 个人买的 各个网点去买 也可以去车站去买 还有在网络上也可以买 希望那么多的渠道都能够给力 尤其是网络购票 另外再提个醒 如果您要去火车站 如果您要去买火车票的时候啊 多准备一点五毛钱的票票 为什么呢 因为火车票降价了 大幅度的下降了五毛到四块钱 下一条 乘坐南京公交103路 负的是空调车的车费 但是事实上车辆还没空调 没空调罢了 还四处漏风 下雨的时候 驾驶员甚至得用那个自制的 接水装置才能不让雨给淋着 换句话说 那车老的有点过分 看现场 一般情况下 南京公交车在使用八年左右 就实施报废 但记得今早走访了 公交103路车队后发现 23辆车中最早的是 2003年上路 最晚的是2004年上路 全部属于超期服役 从外观上来看 大多数车辆的车门都已 锈时破损 车里地板修不后凹凸不平 连车座椅也都是七拼八错 换了好几次 在其中一辆103路公交车上 我们看到这个后门的地方 因为破损严重 已经不能完全的关闭 那么车辆行驶过程中呢 这个风就灌进车厢内部 那么更为夸张的是呢 我们在这个驾驶室的上方 看到驾驶员用这个塑料瓶接水 这是没办法的没办法 一下子上车一圈 低阵力提升老是影响你安全 影响量出的你想个办法 就是能够切丝把它弄一下 大概能管个下大雨的话 能管个一天 基本上有时候假如年时下雨的话 有时候基本上就是天天到 冬天比较冷 它那个井上会积水 一直进水滴答滴答的坐 令你上全水 然后坐不下去嘛 新城巴士公司表示 他们也多次接到市民投诉 但迫于企业资金压力 无力购车 只能加强车辆的安检频率 勉强继续使用 不过近期传来好消息 南京公交集团将采购一部分新车 其中100辆新车将从明年1月开始 陆续投放到新城巴士公司 下属的公交线上 103线路的老旧车辆将率先更换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公交老旧破损的线路 其实还不止我们在节目里边 报道的103路 今天有一位观众 在微博上通过私信告诉我 我记了一下 说是江北浦新县公交车 从那个老浦口出发 经过尾七路长江隧道 到新城巴士